本节目由Y点的实验室的蟑螂药店 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大家知道 白蚁会破坏木头 是一种害虫 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如今房子中木头的比例越来越少 所以白蚁也变得很少见了 那么你见过白蚁吗 你真的了解白蚁吗 白蚁真的就是白色的蚂蚁吗 最近去山上野彩 正好碰到一群白蚁昏飞 就顺手抓了几只 拿回去研究研究 顺便回答上面三个问题 看抓下来没几分钟 就有几只白蚁咬断了自己的翅膀 接下来我会把白蚁放到显微镜下面 给大家看看它们到底长什么样 现在我已经把白蚁放到了显微镜下面 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白蚁的外观 好像一点都不像蚂蚁 身体是黄褐色的 长有很多绒毛 触角很短 腿也很短 看着似乎有点像蜜蜂 再来看 蚂蚁是这个样子的 触角的第一节很长 眼睛很小 腿也很修长 腰很细 白蚁跟蚂蚁完全就是两个样子 这样看来 白蚁应该并不属于蚁科 进一步放大 可以看到它的残翅 切口非常平整 应该不是咬断的 可能这地方本来就有一个褶皱 在必要的时候 一褶就断了 接下来我们把白蚁翻过来 可以看到 白蚁的嘴巴也跟蚂蚁不一样 这嘴巴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啊 没错 长得跟蟑螂一样 这肚子也跟真正的蚂蚁完全不同 那么 白蚁到底是不是蚂蚁呢 很显然不是 蚂蚁被划分到磨翅木下的蚁科 而白蚁在生物学上的分类比较乱 起初 白蚁被划分到一个单独的木 冷翅木 随后在2018年 白蚁被划分到斐莲木 也就是说 白蚁是一种蟑螂 难怪嘴巴这么像呢 最近 又有消息说 斐莲木和螳螂木又合并成了网翅木 太乱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白蚁的断翅 可以看到 白蚁翅膀会反射七彩的金属光泽 翅膀半透明 非常薄 翅脉非常简单 应该属于一种非常圆舌的翅膀 进一步放大 可以看到翅膀上有很多小坑 彩色的金属光泽更加明显了 翅膀边缘还长了一些黄色的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